8月的上海交洋似火 走进上海外高桥港区 静静水果指定监管场地内 一派繁忙景象 8月8日 21.6吨黑钻波罗运抵上海外高桥港区 在新批复设立的静静水果指定监管场地 接受海关查验 在完成核查货证 包装检查 抽样检验 检查有害生物等海关查验工作后 被快速通关放行 投放市场 根据上海海关8月8日发布的统计数据 作为中国最大的进口消费品集散地 今年上半年 上海口岸进口干鲜瓜果及坚果 103.4万吨 同比增长13.6% 占全国进口总量的四分之一 获值114.8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35.3% 那么如何让进口生鲜水果通关时间再快一点 成为海关提升口岸营商环境的一道必答题 2023年2月 海关总署批复同意在上海港外高桥港区新增设立 静静水果指定监管场地 该场地投入运营后 上海海关密切与港口场所经营单位联系配合 积极推进两部申报 副条件提离等通关业务模式改革 开辟绿色通道 通过智慧设备检测 生物安全监测 动态监测等方式 在保障国门生物安全和食品安全前提下 做到入境水果货物 即到即报 即查即放 提高通关效率 新增的监管场所可容纳51个集装箱停靠查验 原本限制查验的效率短板被补齐 目前我们单批水果放行时间同比压缩约25% 指定监管场地扩容升级以来 外港海关累计监管进口水果总重量达45.8万吨 同比增长18% 此外 数据监控 无纸化查验等智慧监管手段也实现了升级换代 完善了水果冷处理设施配置 新增了专门的检疫处理区域 使查验工作可以更高效地开展 本次抵港的东南亚黑钻菠萝 引起独特的风味和浓郁的口感 在2022年进博会上一惊亮相就一炮打响 受到了国内消费者的欢迎 通关效率的提升 有效保证了进口水果上市后的新鲜度 目前我们每月都有超过80个黑钻菠萝 从外港口岸进口 以满足国内市场每月50到70万头的销售需求 各项通关便利化措施的叠加 让水果进口既能上规模又能提速度 我们运营成本次序降低 市民也能买到价格更实惠 味道更鲜美的进口水果 据了解 同时获批的还有上海港外高桥港区 进进粮食指定监管场地 自该监管场地投入使用以来 外港海关累计监管进口粮食264匹次 共计12.13万吨 对保证上海及长三角地区粮食供给 产因链供应链稳定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